歡迎各位回到我們GDG的今年的一層鬼 那在開始之前 因為現在還有人在進出 就先請問一下大家 早上有來參加我們這邊GDG的一層的有沒有 一個兩個 確定是兩個喔 三個四個 確定是四個人喔 好結束 四個人待會有跟我領小禮物 其他人來不及了 現在舉手來不及了 好 然後 但是放心 我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活動 其實今年的Costco有大力遊戲 其實我們GDG也有大力遊戲 這個 待會我們 我現場 這一場 只有 一二三十 只有五張 五張 券 所以說待會要 要玩那個 GDG大力遊戲的人 就是 只有五個人 待會來找我拿 那 成果就是蓋章 然後蓋章就是 我們 Google的目前所有的產品 有九個 那你們參加這場呢 就已經有一個 所以說你會再去找八個 完成大力遊戲 一樣 找我拿獎品 好 因為時間 差不多 我們就直接開始 那下午的一層鬼 就是 我們Linja的這個 一層 他做的Size Project 之前有聽過Linja的 那個 一層的有沒有 這個沒有獎品 不好意思 對 然後 因為 Linja是 知道Line開發的人 都知道Linja 對不對 那個 他是非常裡面 然後 慕名而來的 有多少是慕名而來 聽這一場 一樣是沒有獎品 沒有獎品 就不及少了 好 那我們時間不多 我們就直接交給Linja 要拍手一下吧 好 好 感謝我 我也是一個需要掌聲的男人 對 今天難得來這裡演講 那 呃 感謝主持人介紹 那今天 呃 在這裡會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 比較初階的 那希望 不要對大家的知識 造成大大的衝擊 那因為我自己最近學不太動 所以 希望透過今天的主題 帶大家就是 從一個比較基礎的方式 認識一下 那就是 呃 像我過去用過其他POPPY可好 以及用Google 可好的一些經驗分享 那 如果今天有 呃 有一些內容是 對你有幫助的 就是 請坐 對 那就是歡迎大家來跟我詢問 或者是來跟我聊聊 對 那 剛剛大家有說的 那大家我是忍者 那我在Line台灣主要是 當任技術傳教師的部分 跟 尚武的 那個聖佑 是一樣的 我們就是同等職位 就是 就是我們都叫技術傳教師 那 他是負責JetBrain 那我是負責LineBud 這部分 對 欸剛剛主持人那邊 就是我們有準備 我有準備一些小貼紙 就關於LineFriend貼紙 在左前方 對那等一下如果 你們有願意 就是願意的交流都可以來直接拿 都沒有問題的 自由取用 對 沒錯 好 那主要就是在做很多開發者關係 但 今天的主角不是我 今天的主角是我們的Public 但是 剛剛我的題目就提到說 為什麼要增加你的能見度嗎 那能見度這件事情 就相信大家在 唉唷 不願意進來嗎 欸請進 對 好 那就要做能見能見度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做這種開圓 開圓的部分 第一個主要東西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做Side Project 那 今天大家 呃不管你去樓上啊 隔壁啊 或樓下 你聽到各個一閃 很多基本上都是Side Project的形式去做到 那 為什麼要做 好 這些 就是 呃我 我主要在 呃不然是我公司 或者是我過去的經驗 通常我們都會做這種技術實驗 就不管你在做 呃你在實驗 Cloud上面的東西 你在實驗EventArc 你在實驗ServerList 吧吧吧 等等的 或者是你只是實驗一個GRPC 都好 但就是我們為了做這件事情去做的 那 第二個問題就是 解決日常的 東西 就是像我最近做了一個 Side Project 就是做Calendar 就是大家有用過Google Calendar 他就是可以打 那個網址的GET API 就可以幫你秀出那個畫面嗎 那 我就是自己用那個 OpenAI 串了一個 就是 反正就是用OpenAI 幫我去把一段 我在Line裡面跟大家聊天的一些 內容去做好這件事情 也就是像是說 欸 我就跟他跟大家說 或者是我們朋友就說 欸我今天下午1點半 大概會在Cold Cup出現吧 然後他說 欸真的嗎 我可能會去 啊地點大概在哪邊 這是邰克大啊什麼的 那 我就會把這段話貼進去做 這一個Generator 就是 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做這個Side Project 我覺得 只是為了解決我 對於時間礦館的問題 那下面兩個就是 累積作品啊 不管就是 還有差量履歷 就是 如果未來大家有機會 上台去演講的時候 或者是 其實你這兩天就去演講 OK 那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去 增加你的履歷的曝光度 但是講這些 就 很芭樂嘛 就是 你講這個我 我哪沒聽過網路上 吉他文那麼多 對沒有 我就只是想紅而已 對 我為什麼要站在這裡 因為我就想要吸引大家的目光 對希望大家還記得 忍者這個人 希望不要 每 某一天我就消失了 好 那順便跟大家推開一下 我明天的中午 11點20 也會去講一場寶可夢的東西 這關於我年初 做Side Project這件事情 好 這就是寶可夢苦男子 好 但是今天的主角不是他 所以我們往下 好 那 講到Side Project這件事情 就說好了 那我今天做完了 可是 我要放哪邊 按照我過往的經驗 我可能會放 虛擬機 我可能自己加 自己加 寫Ruby 寫Golain 都好 那我要寫哪邊比較好 放哪邊比較好 至於維運 就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家會不會被斷電 你家網路會不會被困掉 你爸媽會不會關你的電源 對 這都是一個問題 就是 我很常被我媽 關電源 我現在在台北 可是我家在台中 我就放一個 server 我媽就 省電關掉 我的 server 整去了 對 那 放泡杯康的好處就是 算說要付錢 可是就是至少放上去 但這個問題就是 呃 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要做 FaaS或者是 VM 我們要自己用VM去管呢 就是你是一個 使用Hardcode 操作Linux指令 還是你使用 你只想要把你的東西 implement完 implement完 然後就丟上去這樣子 那 這個就是依照大家的需求 那 做side project來說 就 沒什麼問題 就是side project的話 那我會推薦用FaaS 就是 Function as a service 的部分 就是你寫一個東西 丟上去就可以動 那你家一台VM 你要花很大的成本 你不管設定 那個 防火牆 設定linux 設定什麼 這個都超麻煩的 然後再下一個階層 就會有免費跟付費的問題 這個是 相信大家今天來這裡 可能會想要 收到一些 就是 是不是有一些免費方案啊 或者是 我付費 我的黃金小卡好像不太夠 這要怎麼辦 好 那 這邊舉幾個例子 就是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些雲平台是 可能近期我 比較常見的 那 大家可能有些 不管你有做前端做後 然後做mobile 可能都會加減用到 那 對於我來說 我是從右邊開始先用的 那以前我都用heroku去 補 因為我比較早期寫rubian rails 那他就是很多範例 就是一鍵部署 打Herooku 呃 忘記怎麼deploy 反正按一下就上去了 那 就很方便 可是他最近現在開始要付租金了 他已經沒有免費方案了 就是 對 那我就想說 既然都要花錢了 那我往左邊看了 大家都會 就是在這個 呃 如果你以前有用過 Herooku 那你搭過那順風車的話 你會覺得說 那我我還是想要有一個 驗證的平台 所以你可能會有versell或者是 我忘了他logo 做完就忘了 對 那他其實基本上就很像 就是 他就是可以把你的東西deploy上去 可以很快下他們的command 做到 那 回到今天主題 google cloud 其實他也是有一 就是也是做這種 G cloud deploy 就直接上去把你connect推上去 然後如果你有聽過其他的 gde在講 就像richard 他就有講 Firebase相關的 那這件事情就是很方便啊 他們做server list 就 deploy上去都很好 然後 但我覺得 google對我而言 就是對開發者而言來說 中文文件非常多 以及說 就現在像在社群 你可能早上啊 中午下午 甚至到明天你在聽 不管gke firebase 或者是google cloud 你都會聽到很多的範例 所以 在這裏 你可能多少會聽到 heroku over sale 等等的 可是相對來說 做這個東西還是虛 google cloud 還是比較多 那 這些都是要出動你的黃金小卡 對 那 花一些錢 其實我 我分享一下個人的經驗 我大概 現在自己deploy五個 就是side project 一個月大概被收20塊台幣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算蠻夠的 但 推 呃跟大家講一個小心的就是 不要輕易的開seql 對 你就是沒做一個月都被收3000塊 對 自己關注一下自己的荷包 然後 與seql 遠離seql 然後多用firebase 啊 就如果你做side project的話 可以先 嘗試用firebase的這個解決方案去做 好 那這邊就是 另外一個concent點就是 我們做這種side project 或open source 就覺得說 啊 為什麼要花錢做這些東西 就好煩啊 啊自己又沒賺多少錢 啊整天在弄這些東西 啊弄的公司 可能也不一定想用 對啊我就是想實踐一個技術 啊就找個地方丟就好啦 那 因為成本的考量 不管你要自己hold server 或者是你自己想要 呃 只是做個範例去用 那你就會覺得說 哎這個真的是 後來就會覺得說 哎花錢其實算小事 那這邊以呃 既然都在講cloud run 我還是跟大家講一下cloud run 的一些 好處 對那這邊都是 基本上都截錄至官網 啊我就快速跟大家說明一下 主要就會有 大概七八點 那這裡就大概 帶大家快速帶過 就是說 以我部署一個 server list 服務 像我明天要講的寶可夢 我就只是佈在cloud run 上面 那我就用 python 寫嘛 所以基本上我只要 g cloud 丟上去就好了 然後以量計價來說 就是上 他們就有說兩百萬次請求 你才會開始被收費 我相信我的 side project 應該不至於到兩百萬請求 這要嘛被打 被打爆就是 我遇到敵人了 可能遇到什麼 就是 名為 steve 的機器人啊 或者是 等等的 好 沒有那個是爛梗 好 哈哈 好然後 就是他其實是有一個 就是利用工作流程 我們就是那個 Waffle 就是 以那個 google 來說 他們在做這種 deployer 的時候 他們其實會有按照流程 就可要 build 可要 call artifate 就是那種 registry 然後到 就用 DAC 把它佈上去 那最後全代管就是 你不用管 你只要把你的程式寫好 丟上去就好 然後 好今天你 呃 假設你在公司行好了 那今天你們 你們是做電商的 啊平常沒啥流量 然後今天業務 好不容易拉到一單了 然後我們就去做雙十一 結果你想到 啊衰啊 就是沒沒管到 流量怎麼 打全部打進來 那 Google 還可以 只要你黃金小卡夠 就是 auto scan 你都可以上去 好 然後 寫 side project 有一個 我覺得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像我就不太愛用 SQL 因為我覺得 下 select 下 create update delete 就是覺得很麻煩 我覺得很討厭寫那些 哎有有些應該也是 如果有範例 當然就是很快就 copy pass 那他就是我很常會做 那種臨時儲存在記憶體裡面的這件事情 對像是可能從來報上面抓到一個圖片 但我要做解析 我可能就會把它 嗯 先存在記憶體做些事情 然後再 轉丟到其他地方這樣子 然後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你現在用了各種的 嗯 雲服務 你基本上都需要 HTTPS 這是絕對要的 那 然後 就是你 你總不希望你每次出去 在這些網站上設定 都是什麼 192.168.0.1 這隨便來講 那 就是 你如果可以 就是 Google Cloud 把它 deploy 上去 就會有一個什麼 web.app 就是 或者是可能 ninja.web.app 就是有一個 斗妹 然後 HTTPS 你也不用管這個 SSL 的問題 來全部交給 Google 處理 然後處理非同步事件 這個是 我過去有講過 一場是關於 Event Arc 的這個東西 那這裡快速檢視這個東西就是 Event Arc 算是一個去借接 Google Cloud 其他 service 的部分 然後把它 可以 當像 去年講的一個東西是 當我 Cloud Storage 收到東西的時候 可以 透過 Event Arc 的事件 然後轉打到 Cloud Run 這件事情是不錯的 對 那你就不用自己寫 Chrome Drop 不用自己去設定 Event 或設定 Call Back 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可惜性 我覺得這個超 超重要的 你們公司如果今天在用 Google Cloud 一定會有一個問題是 老闆一定問你一句話說 那以後我要搬家怎麼辦 對 那如果搬家你是一個很 Hard Call 欸我今天要自己架 然後就自己弄一個 Knative 你直接把它的那個 Domain 框下 就是更正 把那個 YAML 框下來 貼到你家的那個 Registry 就直接 Deport 上去 超快 這是 Cloud Run 的好處 好了 那講到這個東西 剛剛 就是我們安利的這麼多東西 那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這件事情我覺得 這個個人的經驗來說 花錢買個方便 我覺得還是比較好 像我自己的話 剛剛就下面就講 我下面的副標籍就寫 免費的最貴 搬家真的很痛苦 像我之前 在 Heroku Deport 十幾個 就有一天 欸他收費了 然後我就想說 好忙喔 我就先 先不管他 結果後來又很衰 我又忘記帳號密碼 結果我的東西全部綁架在上面 就 哇 又搬家 可是我以前又 又寫 因為 Heroku 裡面會有 PostgreSQL 嗎 當我搬出來 你又要做很多 Migration 的東西 不然你要 Migration 到 Cloud SQL 或者是 Firebase 你光寫那個 Migration 的 Call 應該就花很多時間 那以 Side project 來說 我們基本上 一天花個一個小時 了不起吧 一直都花六個小時 你應該已經 快把你的精力耗盡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在使用這種 Cloud Service 我不論是 裕三角或者是各個品牌 我覺得都是 花個錢 我覺得還是買個方便為主 那他的另外一個好處是 我們常常在寫Call 的時候 就覺得很煩啊 就是 這種雲服務 就第一個障礙 Dark File 這絕對一定超痛苦 這個不是你寫的問題 我寫的覺得很痛苦 即便我們用Track GPT 他產出來 我也不太相信他 真的可以Deploy嗎 上去都500 跟掛保證 就是 就是 那他的好處 他就是 用了一個叫BuPack 的東西可以去幫你 自動去 就是檢查這個 東西 所以在 你在做Site Project 的時候 你也不用花太多的精力 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BuPack 大概他大概會有分兩個階段 那這個我就快速解釋一下 他會有分Detach 就是偵測階段跟Build 就是去構建他的東西 就是 依照第一個偵測階段來說 如果大家會寫Note JS 基本上一定有一個Package -Json 那 他只要 他會做一些比較簡單的判斷 那詳細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研究可以再跟我說 對 那 他就是偵測一個比較簡單 或者是有 你有出現Requirement.txt 基本上他就是Python的東西 他沒偵測到 就 針對這個語言 然後接下來他就會針對這個東西 去幫你Build個Dark File 因為 其實大家網路上就 流傳了很多Dark File 所以他BuildPack可以幫你做好 很好的整合這個階段 也就是說 你在做SideProject的時候 你不太需要擔心Dark File 不然這個不行 就去Copy別的Dark File 來試試看 但這個就會有很多 踩雷的故事 好 但是講到這裡了 那 就是真的很懶 人者你講了一大堆 有沒有範例 這個 你講的天花亂罪 講Google Cloud很棒 那 接下來有沒有範例 好 這邊 我準備了一個小範例 那上面有QR Code 如果你 有需要 你也可以去 我的Github去搜尋完 那我是 因為個人是寫Python 所以 你可以用 你可以參考我的 然後去Copy過去 那他其實就是一個 四個簡單方案 那相信大家有些人掃描 掃不到 不管了 那 下面 下面就是 我幫大家做一個一鍵部署 這個 你不管用 Heroku 或者Versel 或者是各個地方都有一鍵部署 那他真的很棒 等下後面會有demo影片跟大家講 那如果大家掃不到話 這裡就給大家一個最大的畫面 我真的很需要那顆星星啊 拜託 呵呵 真的很需要 好啦 就是如果大家不力射的話 可以給我一顆星星 支持我一下 好 謝謝 好 那這邊準備一個小影片 就是 讓大家知道就是 啊 我又拿他 就做一個簡單的 測試 那過去我們都會在自己的本地端 去做那個 G Cloud Deploy 那其實這 這中間還跟你環境有很大的關係 你如果用Mac都算小事 但個人小弟的經驗 只要一換到Windows 什麼事情都出來了 對 你只要覺得 你覺得不會發生的地方 不會出錯的地方 絕對都會出錯 我個人經驗 如果有Windows大師 請不要接近我 因為我沒辦法 注意他 那他的好處就是 啊 你點一個東西 他們做這個Cloud Share 我覺得 是如果你有在做那種 我記得一個collab吧 他裡面應該也用了蠻多 Cloud Share 去做這種 嘗嘗嘗 做GKE 做什麼東西的 test 在這裡操作 你就只需要去選地區啊 然後去選你的Project是什麼 那像這裡他就自動去幫我 去 啊 這個Registry裡面去 抓這個Example 然後他就幫我Build 那這邊 我有對影片做一點手腳 所以他不會等這麼久 吧 吧 呵呵 啊不管 就是他就會開始去Build這些Container 那 其實他在Build這個過程 就是你就可以去上個廁所喝個咖啡 然後 偷個懶睡個覺之類的 那他就會幫你部署好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你在做 SideProject這件事情 你也不用自己去下指令了 Google Cloud的那個 這個Cloud Share都幫你做完了 你只要選好這些東西 對於那個 一個 該怎麼說 我們可能 現在大家都前後端分離嗎 然後你可能 DayOps在家 公司也有人幫你管 所以你可能不用做這麼多事情 那他這邊就幫你做好很多的內容 就是你可以去 他就幫你run那個Gcloud Run 對 好然後最後他就送你一個網址 那這邊我就是做那個Hello World的範例 那影片很長 那這個後面就是去 那個 Cloud Run裡面 跑一下 欸我記得我有剪啊 真的是 好 真的是演講前都不能相信自己的 演講中都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看到的東西 你以為你有做的東西 他全部都沒做 對 那這就是我自己做的Sive Project 那depot一晚之後 他就直接放在你的Cloud Run裡面 再弄 對好 然後就是流量什麼 他都幫你預設都設定好 所以 你就不用花太多時間去 處理好這件事情 好 那 在另外一個方面就是 我們在做Sive Project 一定都推到Github上面 因為我們為了 像剛剛我為了索取大家信心 做了這麼很多的事情 那 那在這邊的話 那 呃 Google Cloud他也 對Github去做了很多的 就是針對他API去 尊豪的綁定 那你在這裡 你只要授權他 就可以幫你去authorize 就是 哎呦 使用到嗎 那 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先deploy上去了 可是deploy之後 你code還是會一直推嗎 不管你要建議學校系統也好 或者是你要建很多東西 你Commit 或PR merge為Max的時候 你或main 現在最近流行用main 那你就會需要去綁定去Auto 那個AutoBuild 就是把它自動部署上去 那這樣子 透過界面上點一點 你什麼事情做好 你只花個小錢 你就可以做好很多這件事情 所以 很推薦大家 不要自己動手寫 因為如果你有動手寫 你就會知道那個雷有多可怕 你自己弄什麼都是問題 半夜被叫起來 然後弄一弄 在公司做一做發現自己的東西搗戰了 要不要進去修 我也不知道 好 好最後就是 我真的覺得 這個東西 就是不管怎麼做 你研究這些Cloud Cloud的東西 你會覺得水好深 我真的要快 看不到這些東西 就是 就很痛苦 但是我覺得還是很推薦大家 就是你在做 side project的時候 就是還是去多 看這些Cloud系統 對 那這邊提供大家一個範例 就是 大家可以用 畢竟我來自LINE 那大家可以用 TradeBar的方式去做這 deploy的東西 那 如果大家不知道LINE的話 LINE Bar的話 大概跟大家簡單 我 我為什麼 為什麼會簡單 簡單 簡單的說一下 就是大家在自己做的 server 基本上就backend的旁邊 然後旁邊就是 我們LINE的Play Phone 那你可以從手機上 去收到這個東西 那基本上 LINE Bar就是一個 以後端為主的 一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就是 可以丟到Cloud Run上面 他是一個 就是 你可以丟上去 因為 Cloud Run基本上 我覺得他還是一個 比較偏event driven 的東西 當他今天沒有用的時候 他就是被冰在那 那 他有用的時候 在那個流量 ㄎㄎㄎㄎㄎ 然後敲開 這個就叫call star 就是大家 如果用server list 一定會聽到一個call star 這件事情 那跟LINE Bar一樣 就是我們聽到事件才做到 所以這兩個是很 被match 的一個東西 好 那 好啦 那回應到我們的主題 剛剛講了這麼多 我覺得 就是如果你要增加 你的能見度這件事情的話 除了 做side project 以外 我覺得 在這裡有幾個步驟 推薦給大家 就是 你可以去做很多的 就是耕耘你的部落格 我都拿我自己的例子 那你可以去 像今天大家都來這裡了 你可以去看看不同的地方 去學到 不同的資訊 那也像 今天來社群場 就可以問問看我們的主持人 GDG 是不是 近期都在哪邊辦 有沒有GDG 可能高雄 桃園 台中等等的 那我覺得既然都來了 就不管是要認識我也好 或認識其他人也好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就可以去建立人脈 然後大家聊聊天 畢竟 都在這個軟體圈打滾了 相信 你在過兩年 你過來看 可能還是同一批人 對 如果兩年前有看過 我兩年後還是站在這裡 對 我覺得大家就持續去實驗 這些Public Cloud的東西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因為做軟體工程 我們最喜歡的就是實驗 不論你做軟體 任體硬體都好 最後 不要 不要廢勤忘食 一定要 照顧一下自己的身體 不要晚上一直寫 像我這樣子寫到 為時要逆流 真的是 好 然後最後就是一步一腳印 我們就推薦大家 繼續去寫新技能 然後 把東西寫下來 那我們就持續去做好這件事情 好 最後 就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如果你覺得遊戲有在課 我覺得 直接來課一些東西吧 就是 你做這種Public Cloud的東西 就是 你就花錢消災 就是你不管去 你做完這些東西 你去研討會 去分享也好 到各系列社群去做 就是 我想帶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 不要覺得花 一些交通費或什麼 覺得 很 吃緊啊或什麼的 那 做Public Cloud也是一個東西 你在家做 然後除外 今天大家在這裡交流 花一些錢 我覺得是很OK的 那我覺得 就是 花一些小錢就可以去做好 很多來跟 講者跟 社群去合作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 地方 好 那參與社群就是最後 Echo到整個COST Cup的 個人覺得他的詛咒 就是 我覺得參加這些社群就是 你可以有機會吃到 香菇 要是我一定會去吃啊 那 就是 推薦大家不管有BOF 或者是 明天下午的Lighting Talk 都 推薦大家去聽聽看 然後去分 甚至你上去講個三分鐘 講爆了 大家最喜歡 對 相信大家在看東西 欸 如果我今天會DEMO 是不是想看他爆掉啊 對沒錯 我就做 我就投 弄影片 我就偏不要爆 好 最後就是成果曝光 然後去訓練你的口條 OK 然後可以認識更多前輩 那在這裡 這過程中 應該有很多前輩都在現場 所以 呃現場或者是 這這整棟樓在遊蕩 對 最後欸 推薦大家 如果你覺得欸 已經沒有什麼挑戰 不如來辦一次社群 或者是你去辦一次研討會 也是不錯 如果你對於辦研討會 有興趣 歡迎來找我 我可以提供大家很多的意見 最後欸 希望你們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上cloud 啊千萬 給大家一個中部 千萬不要自己弄 不要像 我過去我們公司 很多師医生都很喜歡自己弄東西 對我覺得 沒有啦 自己自己個人經驗 不要苦惹自己 把你的點子發揮在這些雲上面 把你的infra都交給他們 那你花點小錢 然後讓你的東西 有產值 然後讓他 對你的個人的資料有 那個能見過 能見度的曝光 對 好 那最後我的演講 大概到這邊 那如果說你對於 那你的相關訊息 有興趣 我們部落格 或者是官方帳號 都會不定時的 可以去推薦很多的東西 那有很多技術文章都在這邊 好 那最後 感謝大家 我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 剛剛聽了這個分享 有沒有覺得很精彩 如果精彩的話 就再鼓掌一次 謝謝 好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只開 現場只開放兩個問題 有沒有人要發問 30秒 有 請說 你好 我想要請問一下 Cloud Build的話 如果我有儲存一些檔案的話 或寫一個 side project 儲存檔案的話 它是存在那上面嗎 你說 在你的report裡面 去 假設成一個csv檔 或可能去抓做PASS 做哪些事情 對 或者是說 我run time的時候 它會存file下來 或是我寫sqlite之類的 對 它就放在你的report裡面 所以基本上 你的container裡面 就會包著那個 假設csv檔 就在那個裡面 像我自己明天要講的那個 寶可夢 我就是自己放一個sqlite 在那個report裡面 所以 我每次起來 那個 container起來的時候 我可以去讀那個sqlite 然後從裡面拿資料出來 但如果你的csv檔 Excel 你們在跟其他的業務部門 說他們會給你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放在 Cloud storage 然後event art 就是event art 對 然後它可以 當更新的時候 就會觸發你的power run 這樣子你的 那個csv檔 Excel就會很有彈性 你可以去改它 不然你每次都要 扛密一個新的東西 再上去 或也會在你的reporting 會花很多那種儲存費用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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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儲存的那一種檔案呢 那就放在你的report 如果它都不會動 那就放在report裡面就好 欸我常常 應該說 比如說我是一個sqlite 如果我更新資料好了 對 那檔案的話 它會比如說我關掉那個clownview 它就不見了嗎 它會還原 所以 如果是sqlite的 就是它就會還原 是上一個狀態 最原始你 所以它儲存的資料就不見了 對 了解 謝謝 還沒有問題 最後一個喔 最後一個機會喔 5秒鐘 4秒鐘 3秒鐘 2秒鐘 1秒鐘 好 時間到了 那因為剛剛只有一個人發問 所以說 沒有選擇 我只能送他一個 那我們現在這一場的時間也到了 那歡迎聽我們 2點10分有下一場議程 好謝謝大家